創業 創業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跟辛苦的事情 99%的人一定都會失敗的 否則路上全部都是老闆了嘛 成功就是你要一直堅持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也不敢說我現在是成功的 我只能說至少我還在努力 我是黃國翔 我來自台灣省台南市 我是2006年來到上海的 那到現在大概十五十六個年頭了 那我目前從事的是自己創立的茶飲品牌 叫祝尊六文茶飲 為什麼想到做奶茶 因為迷你食為天嘛 吃肯定是人們的第一優先 那奶茶其實它本來就是從台灣發源過來 然後現在大陸也慢慢越來越盛行 它整個市場的基數是很大 然後售中是很廣的 我的品牌叫做祝村嘛 一日之氣在於城 然後一年之時在於春 春這個字呢 其實在中國來講它是一個很美好的意思 那祝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你有喝的意思 以前的人其實對喝茶是很講究的 那茶文化這個東西本來就是從 中國發源出來到全世界都認識茶 所以說祝村我是覺得它可以給人們好的涵意 另外一個也是變成 誒注入一個茶的文化在這個裡面 當初我06年就來到上海 所以現在上海是我最熟悉的一個地方 從以前來講它其實是海納百川嘛 大家在上海是能夠很接受各種不同的新事物 那第二個上海人來講它也是一個相對公開化的市場 在上海你只要產品做得好服務做得好 你就會得到消費者的認同 中國地大物膜嘛 各個地方它都有特色的東西 比如說我採用的薑是雲南的小黃薑 蕎麥是四川的紅茶是福建五一山的 你好好地挖掘你是可以挖掘出它很多很好的食材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想做的是 我就是想要做一個健康好喝的奶茶 奶茶行業我是從外行跨入的 大家都說奶茶它是紅海很競爭 可是我們拿台灣來舉例子好了 它可能一條路上有五六家奶茶店 放來大陸來看 你一條路上可能了不起兩三家 大陸的市場很大 這個行業不會說只有兩三個品牌能夠存貨 做好你堅持的事情 然後去把它一直持續的做 你就有你生存的空間 大陸有一點做得非常非常發展的超前 就是所謂的線上支付 它變相的也在改變了所謂的80後90後 甚至00後的生活方式 那在台灣其實它可能比較缺乏這一塊的基因跟發展 那如果說當初我沒有來到上海 留在台灣的話 可能過得會沒有這麼精彩 來到大陸後 你會發現你面臨的每日的挑戰 跟台灣是不能夠相比較的 因為面對的是一個十四人口市場 台灣就是2000萬 回到我們剛剛提到的初心就是 我不想要做一閃幾世的品牌 而是希望像一些歷久明星的品牌一樣 做一杯有文化的中國茶飲 には特別快一些不足是在那裡 說明星期間都是讓牒 balls 在 Canada Brink Cyberpun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